另外一起停車糾紛 是車主把車停在台中殺戮的私人停車場 被地主發現了 拿粉筆在引擎蓋寫了 這裡是私人土地未經允許誤停車 沒想到車主回來後看見氣炸了 他以為停在旁邊的白色轎車是地主的車 立刻撒名紙拿球棒猛砸 事後跑到了派出所去自首後發現 他根本砸錯車 男子氣氛操著白色轎車撒完名紙 馬上又拿著球棒開始砸車 這邊砸完換邊砸 四個車窗全被砸破 目標在鎖定挡風玻璃 到底什麼深仇大恨 22號晚間8點多 砸車的成績男子把車停在台中殺戮 東進8街旁的私人停車場 是由地主發現 劉志提醒 引擎蓋上被地主用白色粉筆寫著 此處是私人土地未經允許誤停放 沒想到男子回來看到當場爆氣 男子怒氣沖沖以為旁邊的白色轎車 就是地主的撒眉植油砸車 等到怒氣發現完到派出所自首 結果真相誤會大了 警方通知白色自小客車 周姓車主到場後 陳姓車主只發現砸錯車 不說這說停下來的私人堆 他有不對 喊聲說他是不能停的 覺得這真沒聽力 陳姓男子發現自己砸錯車 立刻跟周姓車主當場和解 願意賠償損失 至於在他車上留置的地主 雙方結下兩子 或控毀損及慶祝住住宅 接著我們在台中 蒼蜜道